Hello 大家好 我是康華地產的Anson 不好意思 聲音有點煞 今天我們拍這段影片 是說如何由香港回內地 因為現在通關了 所以現在有七個口岸 可以直接通過內地那邊 這個網站是上網 你打算預約過關就可以找到 就是政府的網站 這個網站是透過三個位置 去通過內地那邊 第一個就是浪馬州的指線 第二個就是深圳灣 第三就是民感度 第四就是港珠澳大橋 如果你說普通人 直接拿金巴的票就可以了 買金巴的票就可以了 除非你是自己開車等等 就再用這個方式 所以我們主要現在就提到上面這三個 好 另外下面那些需資 其實它都說回 你是需要48小時內的 智慧核酸報告 其他一些你都可以看 最重要的就是這樣 好 我們按開始登記 這個位置 好 之後它就會要你選擇 身份證明文件 香港身份證 如果你是香港人 你選擇香港身份證 香港身份證 身份證明文件 那我就先放掉它 先放掉它 我們用物理地放掉 好 填好後 我們按下一步 下一步這個位置 好 之後它就會趕回收集個人 聲明 資料 其他東西 我們 在左下角這個位置 這裡 在右下角 按下一步 按下一步 等一下它就會 彈出身份證資料 那我也先放一放 這樣 你看到 這裡顯示 申請人身份證明文件 身份證明 號碼 這個就是 好 好 我按下一點 那我就 過了 好 這裡 你就填一些個人資料 對 這個 中文名 英文名 性別 身份證 那些資料 上面的資料 同行人數 譬如同行人數 你是想和家人去的話 那就一二三 讓你選擇 或者同朋友去都可以 同行人數 對 都是打回他的資料 這樣 這樣 這裡我也選擇 0 選個口岸的位置 口岸的位置 譬如 我不想按問水 按下午 譬如 今天 拍這條片 有8號 直接8號都有位 對 直接預約 可以接收到 可以接收到 SMS 的聯絡電話 再打過 對 這裡就 可以了 你可以接收 SMS 因為它會 發出資料 發出 驗證碼 給你 所以就在這個位置 你要打回 這個 可以用不到的 電話號碼 這個就是 選擇中文 還是 英文 之後就按下一步 對 基本上 你按完下一步 你就會 收到 它的 驗證 還有 它會彈回 你確認了 預約的 訊息 對 大概是 這麼多 我再重新 說一次 這個網站 就是 預約深圳灣 敏感度 和 洛馬州 的一個網站 對 這裡上面 都可以看到 而港珠澳大橋 這個位置 如果你是買金巴 的票 就不需要 透過這個網站 對 這條影片 就是這麼多 有